明明好好的开在内线车道上 才刚通过绿灯路口 右边就冲出一名男子 加速冲到路中央 碰到一声撞上 他一度趴在引擎盖上才滑下去 手上物品也散落满地 驾驶吓得赶紧报警 这起车祸其实发生在去年11月30号 零星驾驶开车行进台北市万华 环河南路和平西路口 却撞上喝醉闯红灯 但走在斑马线上的正姓男子 果然行人这边又搬出了帝王条款 主张行人在穿越道上有绝对路权 没想到这次却在法院上面剃到铁板 台北市交通裁决处 主张斑马线上行人有绝对路权 开出2000元罚单 零星驾驶不满提行政诉讼 但法官发现车辆通过路口时 明显是绿灯 行人是酒后突然冲上斑马线 时间不到两秒 驾驶根本来不及反应 就算刹车也无法避免事故发生 认为不能规则于零星驾驶 因此撤销罚单 不管像这样转弯时发生碰撞 或是执行时撞到人 只要行人走在白马线 车辆就得礼让 去年一整年共有1806件行人事故 却只有97件确定过失的是行人 这回关键两秒让帝王条款罕见被破除 虽然只是撤销罚单不代表完全免赔 却也证明了行人在斑马线上 不是永远没责任 谁违规法官也会判断 TVBS新闻讲述欢迎泰宝岛 请订阅按赞分享TVBS新闻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也请下载TVB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 请订阅明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订阅明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